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沈仁泰抵达了呈现来访问 而记者会上头 他特别的呼吁了党员 要求共和党能在加州扳回议程 同时也为今年参选地方选举的 党代表来加油打起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沈仁泰抵达呈现访问 获得南加州共和党支持者的热烈接待 他在会中特别为何美眉张玲玲加油 希望未来他们能够为共和党扬眉吐气 很高兴他能到加州这边来 跟我们讲几句就是鼓励的话 很多人有叫我去一些大学 讲女性的involvement in politics 然后我那个时候讲的时候 我会问大家 你看我是democrat或是republican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democrat 结果呢 讲完很多college女生 很多college学生会到我这边来说 谢谢你说你是republican 国家的主席的主席的主席 主席的主席的主席 我们讲啊 做基层的这个人士啊 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这个这个响应 来帮助我们这个共和党啊 那我刚刚也说过了啊 只有在选举前做几个礼拜的功夫 或做几月的功夫是不够的啊 所以呢为什么在去年我答应接下这个 宣传的宣传的宣传的宣传 宣传加油打气以外 同时目的也是希望在年底的选战中 共和党能够在加州扳回一城 拉抬党内的士气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